我们来看这个沙翼的面相 沙翼呢前段时间突然发了一张自拍照啊 真是一点偶像包袱都不要了 还是怀念这个武林外传的时候啊 那个塑造的形象是白斩堂啊 有点像当年的校草啊 人很帅当时啊 但是到了中年呢 一猛子扎进了油田呢 变成了中年油腻懒的 这个之前呢 觉得他发福之后啊 跟这个前锋有点像啊 一般来说呢 一个人游了多半会变得懒散了 这个形象也属于管理 会降低标准 眉毛有些不顺啊 这双眼睛呢 也透发出呢 一股这个疲倦之态啊 早就被磨平了棱角啊 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意气风发啊 脸上的斑和质呢 也开始长了 面部的皮肤也不够透亮啊 再加上胡子呢 也没有刮啊 显得很憔悴邋遢的感觉 从这张脸上看呢 当下的运势并不理想啊 武林外传呢 这个是他的这个 成名作啊 也因此呢 走向了人生的事业巅峰 那后面就开始了 不温不火 那事业方面呢 也没有太多的亮点 发福之后呢 慢慢也是往综艺搞笑方面的 这个形象去转变 他的财务状况呢 一直也是问题啊 和这个胡可呢 结婚之后呢 四年里面呢 杀艺始终是跟着妻子啊 这个住在这个丈母娘家里 尽管早就已经 这个大红大紫了 但是他的经济状况 还是不允许他在北京 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啊 杨两娃啊 这个这个杨两个娃呢 这个妻子胡可呢 全职啊 是主这个主内多年啊 主外挣钱的责任呢 就靠他一个人 压力更是比较大 外眼角呢 也出现这个缺陷啊 出现凹陷 婚姻也是好神的啊 容易精神内好 在婚姻当中呢 这个坎坷和矛盾还是不少 大男子主义 尤其不体贴人啊 总觉得自己付出很多啊 还得不到理解 最终呢 两个人还是相互的消耗 这个是从这个夫妻宫凹陷 可以看到这一点的 这个尽险疲态啊 谢谢大家